2014年6月12号 一个词条冲上热搜 80后美女大学生出家 也因此 年近26岁的山东女孩马盈 在网上走空了 这么漂亮的姑娘 还是青岛大学的高材生 怎么就选择了这么一条路 质疑 赞赏 不解 网友吵得沸沸扬扬 那么 马盈为何要出家呢 本期最荣誤计 就带大家走进马盈的成长之路 1988年 马盈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 父母是工人 马盈的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因为父母工作忙 马盈有外婆带 外婆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她常常带着外孙女拜佛访似 日日的耳辱目染 让马盈对佛产生了好奇 马盈父母对女儿 一直奉行宽松教育 但是马盈很争气 上学后的她 一直都是班级的前三名 口袋 摆个酷酷的造型 把生活过成了小说 所以 现实的一点点痛 都让她难以忍受 高二的时候 马盈早恋了 沉浸在恋爱的甜蜜中 就连互看一眼 也能羞涩地低下头 早恋的结局 不外乎被老师发现 马盈也不例外 最后 两人分了手 分手后 马盈天天哭个不停 正值青春期的孩子 失恋已是天大的事 这应该是马盈人生中 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高三的时候 马盈在网上看到一些消息 有高中生经受不住高考的压力 转身就从高楼上疑悦而下 马盈看得心惊肉跳 当时 他所在的班级 也有学生得了抑郁症 马盈本能觉得生活不该是这样 但他也不知道 生活的本相是什么 尽管疑惑 他也只能跟随世俗的脚步 按部就班地往前走 2007年 马盈走进高考的考场 最终获得青岛大学文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学生会 网播站 团委办公室 进入大学的马盈忙得不可开交 大学期间 马盈和网上认识的朋友 创建了蒲公英工艺平台 以网络为歧视 慢慢发展 直至线下 开展多次工艺活动 身为平台的发起人 马盈身体力行 利用假期时间 去了四川牧里县家居村 虽然条件落后 但为了支教 他选择了停留 没有公路 没有电灯 教学环境很恶劣 但马盈没有一丝抱怨 不仅如此 在远离城市的小乡村 他寻到了快乐 也密到内心的平静 或许怜悯众生的慈悲心 才是打开佛法大门的钥匙 2009年4月 马盈去图书馆学习 就在找书图中 他看到一本书 名叫《图解密宗》 不知出于何种心理 马盈将他带回了宿舍 这本书打开马盈的新世界 也让他对佛法产生了兴趣 之后 马盈不仅在网上 找一些佛学论坛浏览 还每天送赌棱严咒 就在这个过程中 他多了许多感想 也多了很多疑问 如何根除烦恼 宇宙的镜头是怎样的 宇宙究竟有多少个世界 我到底是谁 可是 没人告诉马盈答案 所以 马盈在微博上开通了账号 并在上面发出呼唤 宇宙呀 请赐给我一个师傅吧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呼唤竟然有了回应 2011年2月 马盈遇到了洛登堪布上师 在对方的指引下 他来到上师所在的扎嘎神山 扎嘎神山位于四川礼堂 毛牙奔割乡境内 海拔4135米 海拔高气温低 马盈每天穿得很厚 不仅如此 为了喝水做饭 还要去很远的地方挑水 就在上师问他是否有出家意愿的时候 马盈犹豫了 因为陈氏的一切 他还没放下 上师回答 慢慢来 慢慢来 马盈感激上师的宽容 他放不下陈氏 也舍不了佛缘 2011年8月 马盈协业了 毕业后 马盈在济南一家公司 担任广告策划一职 工作之余 也不忘学习佛法 当然 他继续做公益 一月1400的工资 一半都捐给了福利院 2012年7月15号 马盈在上扎嘎神山 这次 他的脚步坚定了许多 上山后 他被上师派到一个藏族村落 学习藏语 金黄的青柯田 犹如蔓延的河水 洁白的云彩 好像堆砌的棉花 马盈感激自然的作伴 也享受这样的宁静 一天早上 马盈突然从床上惊醒 他说 我再也不想下山了 怀着忐忑的心情 他选了洛登刊部上师 并问对方 上师 我能出家吗 上师笑着说 很好 很好 2012年10月10号 四川甘子州扎嘎神山东直寺 多了一位名叫 财政望母的僧妮 出家的日子很辛苦 早上五六点起床 做早课 然后再上课听法 三个小时后 下课吃午饭 饭菜是自己做的 有时是白菜土豆 有时是三八野菜 下午有两节藏文课 马盈负责教学 上完课 寺院有活就去做一做 没活就回自己的小房子 马盈一般是过午不时 所以晚上就是看书背诵 准备第二天的讲考 日子忙碌且充实 他乐在其中 彼时 马盈的父母还不知道 女儿出家的事情 这也是马盈的担忧 他怕父母对他失望 2013年4月 马盈父母匆匆而来 看到身穿僧衣的女儿 他们潸然泪下 让马盈意外的是 他的父母并没有责怪他 2013年5月 马盈更换网名 以财政望母为名 回归微博 并开始与朋友交流 他在网上分享日常 发布佛学文章 解答粉丝的疑惑 马盈乐于做一个守灯者 守护明灯 让更多人看到光亮 但也有朋友不理解 还说马盈真的太有勇气了 可是马盈却说 出家不需要勇气 就像拥有金子 舍弃废铁一样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我臣服于佛法广播 无边的智慧 2014年1月19号 马盈下山了 此行事为举行法会 弘扬佛法 成都 贵州 南京 上海 有时在市里讲解佛法 有时在农村弘扬佛法 有时住在居士家 虽然深受漂泊之苦 但能将佛法弘扬在外 他却觉得知足 2014年6月12号 一个词条 80后美女大学生出家 冲上热搜 也因此 年仅26岁的马盈 在网上走红了 这么漂亮的姑娘 还这么有才华 怎么就选择了这么一条路 质疑 赞赏 不解 网友吵得沸沸扬扬 因为马盈的走红 她的微博粉丝也开始猛增 原来的11万粉 变成了17万 不仅如此 百读百科也出现 她个人的详细资料 一条热搜将马盈从高原的寺院 拉进了公众视野 但她本人并没有在意 继续红发 继续在网上分享日常 可是 因为关注的网友多了 不同的声音也多了 有人甚至会在评论区 说马盈是骗子 还有人发私信骂她 2016年5月2号 马盈发了一条微博 闭关修法 微博停更 初心未变 生死无憾 此后 她再也没有更新过微博 直到现在 马盈的微博也没有更新过 关于她的近况 更是无从得知 但在网上 我们却能看到 关于她的各种谣言 有人说她走红后 不愿归死 即使上师苦苦哀求 她也不加理睬 有人说 她已还俗 并与一个名叫张斌的男子谈恋爱 还有人说 马盈欺师灭祖 指责她的上师 洛登堪布是假活佛 并且判出师门 向有关部门 举报了洛登堪布 是是非非 究其真实性 我们无从得知 如果这是假的 我们祝愿她在佛学的路上 越走越远 如果这是真的 我们只能说 恍若带火了马盈 但也毁了她 毕竟面对走宫的诱惑 想要守护初心 也是一件难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